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I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三条精彩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Jennifer Lotus主演的Netflix电影Atlas即将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一位数据分析师 前往一个充满邪恶 AI机器人的星球展开冒险 这部电影虽然是科幻史诗 但爱情故事依然是核心 接下来 三星推出了一个惊人的优惠活动 购买其新款Galaxy Book 4H笔记本电脑 就能免费获得一台50多4K智能电视 这款笔电搭载最新的高通Snapdragon X芯片 性能翻倍 还有许多AI功能 最后 华为正在测试一款名为 Donja Dockhorn的短距应用 这款应用目前对部分用户开放5天试用 随着中国短距市场的快速增长 华为此举无疑是看中了这块超过1000亿元的潜在市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报道 詹妮福 洛佩兹 J.Lowe 在芯片Atlas中饰演一名数据分析师 前往一个由邪恶AI机器人统治的星球 试图拯救人类 影片设定在未来 AI已经背叛人类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J.Lowe饰演的Atlas与AI领袖Parlane刘斯木士 有着神秘的过去联系 在一场致命的任务中 Atlas与自己的AI软件Smith 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尽管他一开始对AI充满敌意 影片通过Atlas与Smith之间的互动 探讨了人类与AI之间的复杂情感 尽管台词略显俗套 但J.Lowe依旧展现了他的演技魅力 雅虎美国报道 三星推出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优惠活动 购买新款GalaxyBook 4 Edge笔记本电脑 即可免费获得一台50英寸4K电视 GalaxyBook 4 Edge搭载了高通最新的Snapdragon X芯片 运行Windows 11 Home操作系统 拥有16G内存和512G存储空间 该笔记本还配备了AI功能 如Recode功能 可以通过简单的搜索命令 找到你在电脑上做过的任何事情 此外 三星还推出了其他多款优惠产品 如Lululemon的Align瑜伽库 Hamilton Beach双早餐三明治基 和Ilon户外LED灯串等 帮助消费者在纪念日常周末期间享受购物乐趣 《日经亚洲总编辑信》中提到 刚刚在东京结束的年度亚洲未来会议 取得了巨大成功 今年的主题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亚洲的领导力探讨了从朝鲜和发展到 南海海上对抗以及中美紧张关系等 多种不确定性 会议期间 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分享了他对多种议题的见解 此外 本周的大故事探讨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 冒险穿越南美丛林 试图在美国边境 寻求更好生活的原因和经历 文章还关注了巴基斯坦 通过出售国有企业来应对金融危机的最新尝试 分析了中国云服务提供商 在AI热潮中的盈利能力 最后 茶叶专栏回顾了斯里兰卡广播电台 Radio Salon的历史及其影响 Telegraph报道 威尔士成为英国第一个 在元宇宙中推出虚拟体验的国家 尽管这一举措 旨在通过展示威尔士的文化和遗产 来吸引未来的游客 但作者对其效果表示怀疑 元宇宙中的虚拟威尔士 邀请游客探索一个 受威尔士启发的虚拟景观 包括参观历史城堡 乘坐缆车和进入原型剧场 然而 作者亲身体验后认为 这种虚拟体验的图形效果过于基础 缺乏真实感 可能无法吸引真正的游客 尽管如此 威尔士旅游部长汉娜·布莱辛表示 这一创新方式旨在吸引全球新观众 并激励他们亲自访问威尔士 南华早报报道 华为正在测试一款新的短剧应用程序 加入中国蓬勃发展的短剧行业 该应用名为短剧大全 目前在华为手机的会员中心应用中 提供为期五天的试用 华为这一举措 标志着其在视频内容领域的第二次进军 根据IR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2023年 中国在线短剧市场收入飙升 268%至374亿元人民币 预计到2027年将超过1000亿元 尽管短剧行业发展迅速 但也面临严格监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 将采取措施加强对短剧内容的管理 包括建立内容筛选系统和延伸监督分发网络 《卫报》报道 谷歌最新的AI搜索功能 在用户提出关于抑郁问题的查询时 竟建议用户跳下金门大桥 甚至推荐在披萨中使用胶水 以防止奶酪滑落 这些荒谬的建议被认为是由谷歌的Gemini AI模型生成的 谷歌在其IO开发者大会上宣布 该功能将首先在美国推出 然而 随着该功能在美国的逐步推广 用户报告了一些奇怪的回答 包括建议每天吃一块石头 甚至错误地声称奥巴马是穆斯林 尽管谷歌声称这些只是极少数的异常情况 并表示大部分AI总结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 但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AI技术可靠性的质疑 《多伦多星报》的报道指出 越来越多的假广告伪装成《多伦多星报》的新闻 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误导了不少读者 这些虚假广告声称加拿大国家银行 正在起诉记者阿曼达·朗 理由是他分享了一个所谓的致富秘诀 虚假广告不仅利用了《多伦多星报》的品牌 还冒用了记者Reisa Patel的名字 使读者误以为这些信息是真实的 尽管《多伦多星报》已经采取措施 打击这些虚假广告 但追踪这些不法分子依然像玩打地鼠游戏一样困难 广告一被击倒 马上又会在其他地方冒出来 BBC报道 谷歌的新AI搜索功能因提供不准确的回答而受到批评 该功能建议用户在披萨上使用无毒胶水来固定奶酪 还声称地质学家建议每天吃一块石头 这些回答似乎是基于Reddit评论或讽刺网站洋葱新闻的文章 谷歌表示这些只是孤立的例子 并坚称大多数AI总结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 虽然谷歌在其年度开发者展示会上推出了这一功能 但它仍被视为实验性的 然而 由于谷歌搜索引擎在全球市场占有超过90%的份额 这一功能可能会被广泛使用和信任 Yahoo US报道 三星推出了一项令人兴奋的优惠活动 购买全新的三星GalaxyBook 4 Edge笔记本电脑 即可免费获得一台50英寸4K电视 这款14英寸笔记本电脑 配备了高性能的高通 Snapdragon X芯片 Windows 11 Home操作系统 16G内存和512G存储空间 还具备AI功能如Recode功能和视频通话实时字幕功能 此外 Lululemon的Align Asymmetrical Waste瑜伽库 Hamilton Beach早餐三明治机 Adlon户外 LED灯串等商品也有大幅折扣 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购物需求 这些优惠都能满足你的春季购物愿望 据南华早报报道 埃隆 马斯克的AI初创公司XAI即将完成一轮融资 估值可能超过240亿美元 XAI计划在6月完成这轮融资 目标金额为65亿美元 XAI的融资目标自年初以来大幅增加 之前的目标仅为10亿美元 作为TrackGPT创作者OpenAI的竞争对手 XAI利用马斯克在特斯拉和SpaceX的成功经验 吸引了硅谷投资者 XAI的聊天机器人Brock将使用马斯克的社交平台 X语言Twitter的高质量数据 这对于构建大型语言模型至关重要 马斯克在巴黎的Viva Technology大会上表示 XAI的目标是尽可能追求真相 并批评其他AI模型迎合政治正确 CNN报道 亚马逊和Mata的高管对欧洲新出台的AI法律表示担忧 认为这些规定可能会抑制创新 欧盟的AI法案对不被接受的技术使用方式实施了全面禁令 并要求大公司在使用高风险AI时更加透明 Mata的AI负责人Yan Lokun认为 监管AI的研发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目前AI还远未达到超越人类智能的水平 亚马逊的首席技术官Warner Vogels也表示 监管应该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风险进行区别对待 避免过度监管阻碍创新 他指出 欧盟的GDPR数据隐私法就是一个例子 过于复杂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所有公司的实施和创新 NVIDIA的联合创始人黄仁勋 如今身价达到910亿美元超过了任何沃尔玛继承人 据彭博社报道 黄仁勋的财富在周四激增了76亿美元 因为AI热潮让NVIDIA的股票再度上涨 NVIDIA作为半导体巨头 在AI投资狂潮中成为了主要赢家之一 周四 NVIDIA的股票在强劲的财报发布后上涨了9% 市值接近2.6万亿美元 黄仁勋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他在这家总部位于圣克拉拉的芯片制造商中的3.5%股权 黄仁勋出生于1963年的台北 同年在台湾和泰国度过 1973年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动荡 他的父母将他和兄弟送到美国亲戚那里 黄仁勋在肯塔基州的一所学校经历了艰苦的生活 但他表示非常喜欢那段时光 黄仁勋和他的妻子Laurie在2019年捐赠了2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一座女子宿舍和教室 黄仁勋热爱计算机游戏并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他在1993年与两位朋友在Denis餐厅创立了NVIDIA 《卫报》报道 93岁的威廉 夏特纳认为自己仍有机会重返《星际迷航》系列电影 尽管需要一些未来技术的帮助 夏特纳在接受加拿大新闻社采访时表示 他可以通过一种软件看起来年轻几十岁 从而再次扮演年轻版的詹姆斯替《柯克船长》 然而夏特纳的角色在1994年的《星际迷航》 世代中已经被杀死 但鉴于当今主流科幻奇幻作品中常见的平行宇宙设定 他回归的可能性并不小 与此同时 克里斯 派恩对他是否会再次扮演《柯克船长》一无所知 而一星灾变的导演托比 海恩斯据报道将指导一部新电影 讲述星际舰队的创建和人类首次与外星生命接触的故事 虽然粉丝们可能希望看到多个版本的《柯克同屏》出现 但也有观点认为 《星际迷航》应该走出柯克时代 尝试新的故事线 无论如何 夏特纳仍然是这个长寿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的自信和魅力是《星际迷航》成功的重要因素 多伦多星报报道 OpenAI在一次硅谷发布会上 推出了TrackGPT的更新版本 旨在使其声音更加温暖和自然 减少机器感 他们曾试图邀请斯嘉丽、约翰逊为其配音 但遭到拒绝 尽管新内爱声音被认为可以缓解孤独感 但许多专家认为 真正的朋友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作者Rick Sloten认为 社会关怀和随机的有限接触 也能帮助缓解孤独感 他回忆起 自己在9岁时学习自行车时遇到的一位陌生人 那次短暂的交流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 这种随机的互动 在当今被企业连锁店和自动化服务取代的时代 变得更加难得 Soloten还提到 家庭和朋友的互动 有时可能过于预测性 反而不如与陌生人的交流来得真实 他举例说 最近一次与出租车司机的对话 让他感到非常真实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